两位军阀的晚年生活 在东三省养精续锐的胡帅张作霖 善与伴珠之虎的张大帅是出师未解身先死 两个把兄弟拍着胸脯 保证经凤铁路沿线的安全 盛行难却的张作霖 舍弃偷乘汽车取的湖北口出关之侧 选择乘坐专列返回凤天 也就步入了日军卫习部下的必死之阵 重伤不至一命呜呼 南北方的逐鹿中原 北洋军阀再无翻盘的希望 不过张作霖两位老伙计的晚年生活 也是曾经翻云覆雨 结果同样是七七惨惨七七 这两位老伙计断其位可无佩服 虽然都乘坐过北洋军阀名义上的话世人 但满眼北洋时期无义战的现实 无论是湖湘地区的混战 亦或是执板之间的同事操格 以及执凤之间的兵戎相见 或多或少夹杂着利益分配不均的色彩 段祺瑞借助以战的契机 为了变练参战军这支嫡系人马 不惜向狼子野心的日军局战 无佩服为了在洛阳两兵扩充实力 直系军阀内部保洛分家 也并非空学来封 底气有了就在正脸面的道路上一席绝尘而去 至于春秋大义和家国天下 则暂时性选择冷藏 等到需要召唤草头帮们之时 再拿出来当招牌 所以说北洋军阀混战当无一战 但是段祺瑞和吴佩服两人满年的生活态度 却可圈可点 民国十五年 段之老在逢章家缝中 不得不告别自己曾经摸滚打爬数十年的庙堂与江湖 欲居北洋军最初萌芽之的天机 一生清明的段祺瑞 段家的经济也彻底紧迫起来 举家住不起公馆 而只能选择住私宅 曾经至大活作烹小鲜的知老 开始亲自顾问家庭的柴米油盐 尽量勤俭持家节约开支 段家一日三 餐多以素食为主 家人多着不一 曾经的老部下魏宗汉实在看不下去了 就邀请一些当年的晚戏军阀老兵 义务为其效劳 在段家轮流站岗放哨 绑住料理一些杂物本该显赫的段功夫 才不至于落到黄叶满街无人扫的地步 最终段祺瑞选择南下投奔曾经的敌手 肩上的担子势必免沦为日军的工具 即使自己年轻时势那样的桀骜不逊 但是在国那当头之际 却选择妥协与隐忍 吴佩孚则是另一副胡死不倒微的执拗 不忍离弃的卫队 冒辉上全是通一体的福威二字 尽管这位巅峰时期 曾经号令十四省的福威上将军 已经是一位告别庙堂中书多年 在凤军、日军以及南军加凤中玉居京畿的过气玉帅 在吴佩孚死后 仗下师长乔林自发为其守目而孤独终老 这位曾追随吴佩孚戎马沙场的武夫 自然也知晓吴佩孚即使对吴家自己人都磕磕地留有天 福、道、云、龙武是永不续用的手语 将自家亲戚攀附之路全然堵死 乔林之所以义务为其效劳 不过是感念吴佩孚晚年 吴泪落时人落泪 歌声高处哭声高 得悲凉语愧道 参考资料 北洋军阀统治十七史话 文武北洋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